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这次节目,我是刘江。 今天在播音间当中的嘉宾是来自香港人民力量的主席刘家宏先生。 那么刘家宏先生要在我们这次节目当中跟大家谈一谈他的组织人民力量, 同时也谈谈香港未来民主运动的发展和变化。 刘家宏先生您好。 好,您好,您好。 麻烦您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那么香港回归中国的这个管理统治已经有整整14年的时间了。 过去14年来呢,香港的这种民主运动,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呢? 可以说香港的民主运动在回归以后就没有什么发展。 发展可以说越来越差,因为在基本法里面, 其实已经有说法是2007年跟2008年, 香港市民和香港人民已经有机会可以一人一票选这个特首, 就是香港的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长官跟60会或者是所有立法会里面的议员的全面的直选。 但是现在还没有达到这个方面。 还有就是另外就是,好,在香港其实在... 一路下来,其实支持民主的人也是比较多数, 从支持民主的票数在立法会的选举里面, 大概是通常是60%对40%的比较支持政府的票数。 所以说其实一直以来,香港人民也是很支持香港有民主。 但是中国大陆政府没有给香港民主。 我们大概也,所有人也知道, 其实香港的民主很重要是在看看中国大陆政府的意见。 但是最重要的是,香港的民主党派其实在争取民主里面, 其实再也没有什么很积极的工作在这里面, 就是等,希望一直等,等在中国政府会给你民主。 但是在14年了,还没有。 所以可以说,在香港的民主就是在立法会跟特首的选举, 没有进步。 在香港的争取民主的运动也没有什么新的特破, 所以就是没有什么发展。 那么我知道呢,就是在香港其实有很多的这种民主的党派, 那么多少年来他们都一直在为这个实现民主, 或者是争取这个民权的在大声几呼了。 那么我知道人民力量是一个成立不久的组织, 那么为什么要成立这样一个新的民主的团体? 哦,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去年2010年的时候有, 我们每五年就有一个政改方案, 因为基本法里面有说, 2007年、2008年就香港人民自己去决定, 这个特首跟这个立法会的选举方法。 但是在中国的人代, 这已经决定了现在在香港的民主的步伐。 好,2005年以后, 我们再谈这个20708年的选举办法, 最后的决定是, 人代在中国大陆政府的决定是不会改变, 因为说在立法会还有一半只共能组别, 好,另外一半才是那个一人一票的只顺。 好,我没有2007年、2008年以后, 没有这个民主以后, 我们再谈2010年的时候, 再谈2012年的特首跟立法会的选举的办法。 好,基本上因为在这个特别的选举方法是, 其他的方案在立法会里面, 就是一半就可以通过了。 但是很重要的这个政改方案的方案, 就是要三分之二, 就是我们叫absolute majority, 就是绝对多数。 那香港的民主派, 他没有办法拿多为一半, 因为有共能组别, 但是他也超过三分之一, 所以他没办法过自己的方案, 但是可以把政改的政府, 或者是中国政府的方案把它阻挡。 对,阻挡。 但是这是我们很重要的就是民主党, 这个20年来就是最大的民主党派, 在香港的民主党派, 居然通过政府的这个也是不民主的方案, 因为在2010年现在通过以后的政改方案, 也是立法会, 公共组别, 立法会里面的公共组别跟直选也是一半一半, 完全没有这个一人一票的直选。 所以我们就是对这个民主党很憤怒, 他居然就是他说他代表香港的民主运动, 居然通过这个不民主的政改方案, 所以我们就是基于这个我们很多代表, 很多对民主党的憤怒所组成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就是人民力量。 希望他们有一, 我们希望其实我们是四个不同的主题所组成的一个联盟, 希望在2011年就是几个月以后的这个区议会选举, 这个是地方的选举, 更2012年的哪一年的立法会选举, 要把我们有一个口号, 就叫票债票偿, 票债票偿是偿还的偿, 票债票偿就跟学偿一样, 就变成票债票偿, 所以要选票, 把民主党这个很重要, 出卖了他的选民, 出卖了自己民主派的盟友, 支持政改这个政府的不民主政改方案, 我们就是要成立这个主题, 要把他们从这个立法会跟区议会里面, 把他打下来, 希望他们不再代表, 那好, 那您说的, 通过您的这个介绍, 我知道就是说, 您成立这样一个人民力量的联盟, 目的就是说, 希望能够在下一次的立法会的选举当中, 能够在立法会当中有自己更多的立足之力, 对吧? 那么从长远的香港未来民主党的看法, 那么您这个组织呢, 有什么样的宗旨, 有什么很长远的一种展望? 我们可以说是代表在民主派里面, 有一个比较激进的一个政治团体, 我们现在还不是政党, 就是比较激进的政治团体, 但是也不是最近, 我们是比较这个, 我们说的光谱, spectrum比较宽一点, 希望可以代表不是民主党那种, 一直在等, 等二十年, 十多年也是没有民主, 都还是在等的那一种, 我们不希望再再走下去, 我们希望用比较激进的抗争的方式, 希望在立法会的议会内, 可以做一些抗争的方式, 也希望在议会外, 可以做一些抗争的方式, 希望令更多香港市民知道, 如果没有民主的政府, 没有民主的立法会的话, 我们没办法把他们的民意, 反映出来, 但是我们希望做的方法, 不是一直在等, 或者是很简单的民主的抗争活动, 可能要做一个激进的, 在这个激进, 香港的标准来讲是激进, 但是, 你知道在澳洲, 在欧美的社会, 可能我们真的很平和, 很温和的那一种抗争的方式, 可能是, 比如说在游行的时候, 可能会多一点的抗争的活动, 是哪一种抗争希望可以从, 把香港人民对政府的不满, 可以集中下来, 它是带进这个议会里面。 所以呢, 就是您刚才讲的这种相对的激进的方式, 这是您这个人民力量联盟, 希望通过它的这种采取的方式来, 引起别的, 引起大众的主义, 是吗? 那好, 那怎么样来把握这样一种激进? 这个平衡是比较困难的, 比如说因为, 其实香港的人民来说, 其实是比较平和, 他们对很激进的行动, 是很大的保留, 但是我们就会用, 要看看这个民情, 比如说, 如果对一个政府的议案, 或者是方案, 或者是一个政策, 可能他们的反弹很大, 的话, 我们可能会就是, 看这民意的反弹很大, 我们就会用比较激进的方法去表达, 这个对政府的很大的不满意, 那如果另外一个政策, 反弹没有那么大的话, 我们的抗争方法可以比较简单, 比较混合一点, 然后就要看看, 在这个社会的政治, 政府的政策, 它的反弹是多大, 然后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去看看这个平衡, 去很困难, 我们知道这个是异讯, 因为是很困难的东西, 但是这个异讯, 我们只要把握得好的话, 就可以把这个民情, 带过我们那边, 然后我们再告诉他, 其实民主政府, 其实香港的市民,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还没有对一个观念是, 把它放在心中就是说, 其实如果没有民主政府的话, 你的意见还是政府可以不理你的, 所以我希望就是透过, 我们就是说, proportionate是有比例的, 抗争激进的方式, 看看他对这个政府的反弹多大, 然后做一个按比例的一种抗争方式, 希望他们会支持我们的, 那主要的是谈的就是说, 民众这方面, 是吗? 那么同时这个在这个激进的这种方式, 这种平衡方面的掌握, 也要有一个就是说, 政府它的反应, 怎么样掌握一个平衡, 是不是? 会不会存在一种危险, 就是说的这种激进的方式, 引起政府, 甚至是北京中央政府的这种注意, 和强烈的反弹的话, 实际上对这个人民力量, 未来的发展, 是不是有更, 怎么说不利的这种钳制作用? 要看一看, 其实其实, 应该就是从来, 其实北京政府, 看的也是香港的民情, 他不敢, 他跟香港, 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香港跟国内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国内, 中国政府的控制真的很大, 但是在香港, 它还是比较, 它还是自由的社会, 中国政府还是要看着香港的民情, 所以如果真的民情的反弹很大的话, 中国政府, 北京政府的话, 他也不会真的会用一个很强的压力, 那说到这一点, 您是不是觉得中央政府呢, 在这个一国两制的这个把握方面, 还是基本遵守了他的承诺, 也就是说香港方面, 还有自己的这种民主生存的空间呢? 基本上空间就没有了, 我不觉得北京政府, 最终有尊重这个说的一国两制的, 他有很多的, 基本上香港的政府很多时候, 也是要看这个, 我们说北京的说法, 北京的意愿, 才会有香港的政策, 就是我们也觉得这个, 就是他们香港政府, 在看这个北京的政策的这个, 这个习惯的话, 就是把变成香港很多政策, 也不是对这个香港市民真的很有利, 所以我觉得北京政府, 完全没有尊重这个这一部分, 但是, 就是他没有尊重这个部分, 跟香港民情, 民情, 最重要一点是, 香港还是有一点点的自由, 他还是有这个法, 法治还在, 但是已经在越来越小了, 我们觉得, 但是他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香港还是可以, 创造财富的地方, 还是在香港, 还是一个在北京政府来讲, 是一个什么, 一个, 邀前书, 对对对, 邀前书是一点, 也是一个例子, 希望在外国, 可能还有台湾, 觉得中国政府, 可能还有一点点的, 所谓民主跟自由的空, 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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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但是, 但是我觉得, 这个空间越来越小, 所以我们要, 看看这个压力越来, 我们觉得, 如果北京压力越大, 我们人力量的反应会越来越大, 反弹会越大, 要看, 因为我们要守住香港的这个自由, 法治, 还有这个小小的民主的一个空间, 希望可以, 特别可以影响, 反应中国大陆的民族。 现在人民力量有多少成员, 未来您是一种什么样的展望, 这样一个团体会发展到什么样的? 我们现在人民力量的成员只有22位, 就是跟我们的这个, 呃, 呃, 制政的委员会是一样的, 也是22位, 22位, 我们, 我们人民力量是四个组织成, 一个是前线, 是以前那个, 呃, 在香港已经比较老一点, 十多年的一个政治组织, 呃, 另外就是, 呃, 一个年轻人, 组成这个选民力量, 选民力量, 其实去年, 组成我自己是选民, 选民力量的一个, 这个组织, 呃, 希望是对这个民主党, 出卖这个选民跟这个朋友的, 这个最不满的一个组织, 希望他们, 呃, 在来年的, 的立法会议院, 区议会选举里面, 呃, 呃, 把他们可以, 呃, 呃, 打打打这个民主党, 还有就是, 过过去以前, 社会民主连线的, 一大配成员, 比如说, 我们两位这个, 立法会议员, 比如黄徐明, 黄徐明跟这个陈慧业, 他们都是以前, 社会民主连线的, 的成员, 他们也, 组成一个, 一个组织, 就是普罗政治学院, 呃, 还有最后就是一个, 跟台湾国民党, 呃, 有一点的关系, 过去就台湾的关系, 比较, 呃, 深一点的组织, 就是香港的泛滥, 哈哈, 所组成的一个组织, 嗯, 所以, 现在成员, 如果真的是人民党这个组织的, 成员就22位, 但是他, 以下的四个组织, 这成员也是人民党的, 成员, 所以应该大概就是有几百个成员, 但是我们成员就几百个, 但是我们支持者很多, 因为我们, 其实我们, 我们最特别的一点是, 我们在香港是唯一一个政治团体, 会用比较新的, 啊, 媒体, 比如说web radio, 网上的电台, 去跟我们支持者去联络, 嗯, 所以我们的支持者是比较多, 嗯,好, 非常非常感谢香港人民力量团体的主席, 刘嘉宏先生, 今天在我们播音间, 跟各位朋友呢, 介绍了这个组织的情况, 和他对香港民主运动的看法, 非常谢谢你, 谢谢, 谢谢, 好,